嗨 大家好 我回來了 我現在人在台灣 我在Yahoo總部 所以我能夠在這裡跟你直播 是真的人 是我 我回來了 我沒有被搶好不好 沒有啦 就是我們有發生那個事情 但是我人是很平安的 怎麼說呢 這個9月 我相信每個人都過得挺嗆的 對吧 過得不太開心 或者是覺得變化萬千 或者是有很多讓你不知所措的意外狀況 頻頻的人請舉手 連我們的小編都舉手了 我們右邊那邊有三個可愛的小編 連他們自己都舉手 你們工作那麼穩定 舉什麼手 工作顯然不穩定 Yahoo 怎麼了 當然收看我這個直播的人 有人是上班族 有人很可能在家裡工作呀 因為現在年輕人兼職的很多 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先閒聊一下 我們今天是有來賓的 但是我們先閒聊一下 就是我覺得啦 我在國外就看到很多優秀的台灣年輕人 有多優秀 那放到世界上跟任何人競爭都沒問題 那他們那個年代呢 大概就是三十歲之前的這一代 那個年代有滿多人 你的行星是落在射手座的 不管是天王星 土星還是海王星 你們這一代注定就是要國際化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年輕人流到了國外 我也看到國外的很多年輕人來到台灣 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所以我並不覺得什麼 因為台灣沒有競爭力 所以年輕人要出走 我不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也可以到國外發展的話 我覺得是OK的喔 而且這些年輕人也讓我更感覺到他們的一種活力 跟他們的魅力 雖然說真的在異鄉奮鬥 那個有一點點怎麼說呢 還是沒有那麼有安全感 可是你知道那會怎麼樣 那會更全力以赴 所以我常覺得把自己放到一個 沒有什麼誰一定會照顧你 然後我們只能靠自己的這個世界裡 雖然聽起來很可怕 可是其實很過癮你知道嗎 OK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說教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有另外一個更說教的人來了 我開玩笑的 好好 中午吃飽了沒有 各位有看到我前面的甜點嗎 這個甜點是薯卡龍 它是高雄的這個Hilton Hurston Hurston 海斯頓 法式甜點公司提供的 那等一下我就請我們的來賓嘗一嘗 為什麼我不嘗呢 因為我才減肥 我要開始趁著半個月減肥了 然後海斯頓在高雄鳳山區文中街111號 所以各位待會兒我們嘗一嘗好吃告訴你 那如果你也喜歡 你可以到那個鳳山文山街111號嘗一嘗喔 那各位我們要提醒大家 請訂閱我們的直播好不好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每次直播了 你不會錯過新像的訊息 或我對社會事件看法也不會錯過我38CC的講述 好我一定說錯話了 來下載Yahoo奇謀APP以後 請點入TV 你知道下面有很多欄 有新聞有首頁有電影等等 但是你按一下TV 按一下TV之後 這邊有個娛樂綜藝 我已經被歸類在這裡了 我已經被歸類成不正經的人物了 然後你按下訂閱 那以後我的每一次直播就會跳出手機來通知你 你就不用擔心看不到了好嗎 好的接下來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能力強不是罪女人不應該這麼累 能力強不是罪對沒錯 能力強很好啊 這個年代我們歡迎能力強的人 那為什麼說女人不該這麼累 所以這個人是個女強人囉 她該不該這麼累呢 其實我一直覺得她累死了 活該 因為好像都要自找著 因為她是大家都認知的女強人 大明星也是我的大學同學郎祖雲 掰掰 阿朗同學 哈囉 同學 阿朗你來了 我來了 其實我特別感謝你 沒有感謝啦三八 其實阿朗在我應該歌功頌德的話 剛剛說才對 不應該在她本人面前說 不會我修養超好的 在鼓勵我說嗎 其實阿朗在學生時代 就是我們全班的明星 沒有啦 是真的啦 沒有啦 那個時候你已經上電視了 上電視是打工啊 哪有 真的是打工啊 那個你的 那是一個 強棒初級嘛 打工啊 然後是有猜謎嘛對不對 對啊 你每一題都答對啊 所以我不是靠美色 我是靠智力 但是你 強棒美女 我是強棒美女裡面 應該是屬於不算美女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阿朗從小美到大 他是真美人 我是假美人 阿朗你的麥卡到 我的麥卡到鍊子 我的麥跟上帝打架了 把上帝轉 把上帝轉到後面去 這樣就不會打架了 所以我平常其實也常跟阿朗碰面 因為我們常常開同學會 對啊 其實為什麼會常常開同學會 我覺得不是我們班感情特別好 不是嗎 是因為大姐大一聲令下 沒有人敢不來 沒有啦 開玩笑 這一趴就是開玩笑 對對對 是 沒有啦 我就覺得說 反正就聯絡一下嘛 那現在聯絡的管道昌很方便啊 大家都認為阿朗應該是非常忙 他真的很忙 我告訴你他身兼劇團的這個執行長 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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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執行長比較好聽 你怎麼這樣 真正執行人是我弟弟 這樣喔 好了好了 春和劇團 然後呢 又導演 又當導演 導什麼呢 導舞台劇 還導歌才戲 超厲害的 然後還講相聲 對 還到處演講 對 你在TED到底演講了幾場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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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有台灣的TED 就那一次嗎 對台灣的TED 另外那個是北京衛視的 那個我是演說家 對 對 然後可是也到處接演講嘛 對不對 是 是 是 有些演講 然後也演戲 對 這本行啊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 我就只能做直播 也不能這樣講 我 還要小心做 可以的話我給你換 你看吧 我以前常問阿朗 因為他最忙的時候可能三個 三出戲在輪流演 好像兩出戲在輪流演 一出戲他在倒 我說你的腦袋是怎麼轉過來的啊 我不敢相信耶 所以長頭痛啊 你長頭痛 可是你還是做啦 你知道我唸了戲劇戲 我們 我雖然不是主修表演 但是 你不是主修表演啊 我不是啊 我主修舞台設計跟服裝設計 我是幕後工作人員 幕後工作人員 可是我記得你 我們那時候在做表演專題的時候 你演挺不錯的啊 四鳳 是這樣子的 四鳳 老實說 我導戲也導得很不錯呢 是不是啊 但是呢 舞台設計課最強囉 是吧 不不不不 這位公主 我這樣就不能講 我讓閒 我讓閒 因為我發現有更多更會表演的 然後他們更愛 然後也有更多更會導演的 所以就讓他們去吧 我就做好我的小棋子 所以你知道嗎 我表演是漫不經心 我到現在還會做一個噩夢 那個噩夢就是我躲在異幕後面 不敢出去啊 對 就是要出場的那個地方 我躲在那裡 然後等一下我顯然就要出場了 顯然 顯然 因為導演已經在那邊對我說 好來五四三二 但是我要演什麼 和我要講什麼 我通通都不記得了 你看他一定不記得 因為在舞台劇上不會有人喊五四三二 好啦 你講完電視 好啦 沒有我的意思是 到現在這個噩夢我還會做 你不要講 你不要說你了 我演了這麼多年 我還是會 真的假的 會 就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就是很怕自己的表現不夠好的時候 會夢到很類似的狀態 但是呢 你安慰我耶 會在不同的地方演喔 比方說我夢到 有一次我夢到是在一個 就是這面看起來還OK喔 觀眾席那面還沒看到 我看到這一面 轉身到劇場 然後就覺得心慌慌的 然後為什麼天色這麼怪異呢 我想說為什麼會看到天色 是個露天的 野台戲嗎 然後面對的是海喔 你以為很美對不對 真的看到椰子樹 像明星片一樣 椰子樹海好漂亮 海海海海 然後海嘯來了 真的 真的 就在舞台上面 靠腰 海嘯來了 那是應該要繼續演嗎 還是要怎麼樣 你知道嗎 然後也夢過那種 就是在游泳池裡面演戲 就是游泳池裡面 他旁邊還站了賴生川老師 但是後來這個夢好像還有點實現 因為有一個叫台北誓演場 它原來就是一個溫水游泳池 因為沒有用了 所以它就變成了一個劇場 還真的這樣實現 我常常也會這樣啊 會啊 你講到賴老師 我就想到了落腳聲 我們是在中影文化城裡面的廢墟 在表演 沒有啦 不是廢墟啦 就是那一棟最完整的四合院 因為平常沒有人拍戲 就很像廢墟 不是 誰會 就是那個時候 那個舞台劇場長那樣 然後呢 我們就被帶到一間 環境劇場 對環境劇場 然後一間一間 裡面就有一個小段落 一個小段落 我真是佩服 我那個時候不是演員 我只是單純的觀眾 我也不是工作人員 我很佩服那一齣戲的工作人員 那多可怕的一個地方 沒有演戲的時候蠻可怕 有一天最恐怖了 那時候是夏天 然後呢 到了黃昏的時候 然後下了一點點雨 然後白蟻就出來了 是這個恐怖喔 白蟻我還好 超恐怖 不好 你不會相信有多恐怖 我們有一個戲叫做戲 那個戲 那個劇名就叫戲 三個人像坐在蟲裡面 對 有 對 那個有沒有 其中一個張燕燕 然後坐在蟲裡面 就是他們其實是坐在一個假的蟲 是跟人一樣高 他們坐在裡面 你知道那個白蟻有多少嗎 他們背後的那一面牆 是多到這樣堆的掉下來 然後因為有燈打 所以他們白蟻 他們的那個假的那個蟲這一面 就是你要貼的這一面 全部都是 全部我跟你講幾十萬隻 張玉燕小姐哭著不肯進去 老師你把我盪掉 我不要演了 他這樣對我們的女神 可惡 對 他就跟他 他就直接跟老師說 他直接跟老師講說 你把我盪掉我不要演了 對他演了 後來是因為他們去買了好多殺蟲劑 然後就是先噴 噴了以後又等他們掛 然後你知道掃出來是一堆一堆的 嚇死 連我都有啊 我那個落腳生 我走的那個地方 下面是賽洛洛板 然後打燈上來 一樣嘛 我的裙子是一個傘狀的 然後那個燈上來 我的裙子裡面是不是就亮的啊 對 我演著演著就是說 1 2 3 4 5 6 7 回轉 他就爬到這兒 我還要 回轉 然後轉過來 又來 又來 又來然後還要 還要就是 因為我那個角色不能動 對啊 好痛苦喔 我告訴大家 阿狼有一個特異功能 記性好 記性超級好的 他可以把我們某一天 某一場聚會的 某兩個人的對話 一字不漏的 A說什麼 後來B就說什麼 C你是不是說了什麼呀 我告訴你 所有人都不記得 就他記得 但是被他一提醒 我們又一群記得 全部都起來了 對啊 好恐怖喔 你的記憶庫 你頭難怪會痛 我也不知道耶 難怪常常頭痛啊 我也不想啊 但他就 我其實 記愛因斯坦之後 你的腦子最值得被保留下來的 不會的 除非喜歡 喜歡亂七八糟的內容的人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是透過視覺 就是我看過的事情 我大概就會比較記得 對 我是一個很視覺的人 我也以為我會記得 但至今為止 我最記得的是食物的味道 所以你是靠味蕾在生活的 真糟糕 味蕾特別發達 親愛的 你先嘗一嘗好不好吃 因為我現在在減肥 我不能吃 是齁 但是我也在健身耶 你就吃一口嘛 讓我們知道這甜點有多好吃 因為我這次去法國 這是蔓越莓醬還是草莓醬 嗯 蔓越莓喔 蔓越莓 我聞起來很像草莓 OK好 我們先來試試看綠色的 OK 它那個醬還挺 這是覆盆子醬 它的醬凝結到 它吹 還沒沾到 你要小心 還沒沾到 對這個醬因為有點硬 這個是馬卡嗎 這個是馬卡嗎 要命了 Oh my goodness 你告訴我它會不會太甜 挺甜的 我沒有騙你 那蘸果醬呢 剛剛好 會中和一下 稍微中和一點 對但是 嗯 我現在是流脂減肥法 我不能吃不定 所以 但是 但是 還不賴 但是這個果醬已經結凍了 OK啦 OK啦 果醬這樣代表很濃郁 OK好 好 那再試著黃的是不是 黃的是不是芥末 對不起喔 這一家馬卡龍公司 我開玩笑了 還不錯 它就是馬卡龍的皮嘛 對不對 然後沒有了中間的餡 沒有了中間的餡 沒有了中間的餡 其實熱量就少很多了 嗯 這個不錯喔 再沾果醬啊 中和它 還不錯耶 我說不吃的我還是吃啦 哈哈哈哈 但它只有沾果醬 它只有沾果醬 它只有沾果醬 還不錯啦 OK的謝謝 啊 它又斷了 對不起 好棒喔 我有兩包耶 好像薯條 嗯 好香 而且顏色好漂亮 嗯 你看 你給我這個也一隻 這樣 我有兩隻 減肥真的好可憐 我真的 你好煩喔 阿拉 這是真正為你好的人 你懂不懂 這是為你不好的人 就說你一根我一根嘛 那你一根我再一根嘛 那你一根我再一根嘛 這就是女強人 超煩的好不好 你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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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愛你嗎 哈哈哈哈 氣死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對啦 結婚二十幾年 好了不起 是不是 二十幾年了嗎 我看 二零零 二零零零年結婚嘛 十七 十七年還不到二十幾年 對 但是我們認識八年 所以是在一起二十幾年 哇塞不會膩喔 不會啊 因為我們都有的時候 像他現在又不在 各滿各的 他在開國際學校嘛 在大陸 哇塞 因為阿郎是牡羊座 他的老公Barbie是 射手 射手座 對 那感覺上就是兩個火象星座 照理說應該很沒耐心的 但是其實最沒耐心的是 現場最沒耐心的是我 我交往最久不超過三個月 齁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你是電慢 不是 因為電慢電了就跑 是 因為我太聰明了 我交往到第三個月 我就大概知道我們以後 如果結婚就會怎樣 然後就會分手 那就不如不要在一起 就分手了 所以代表你比較笨 你知道嗎 不是我比較笨 有些事情不要知道的比較好 真的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你會成為女王 你看 我才不是女王 我是沾星老師啦 我不是女巫啦 好討厭喔 因為老朋友來就是這樣 煩耶 來 女強人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郎主運有多強 其實 還好啦 我覺得就是事情來了就做吧 就這樣 不然呢 不然就不要答應啊 你做這麼多的事 然後我就問阿朗 我說你也沒有去整形 然後你也沒有去 你有健身嗎 健身啊 現在有健身對不對 有啊 我說你為什麼還可以維持這麼漂亮 他說就健身 唐同學你一定要運動 對啊 然後通常只要有人跟我聊運動 我就已讀不為了 對 是 真的 我那天之前跟他聊的就是這樣 來來回回 來來挺愉快的 然後我就說 其實你知道我現在每天做多少多少多少 他就再也沒有回我了 因為 因為 他就回了兩個字 謝謝就沒了 因為我本來想問他 你有沒有秘方 譬如說你喝了什麼飲料 混輪 真的喔 深蹲 雅鈴 這樣子 就這三樣就夠了 所以你沒有去健身房 不是 因為我喜歡去的那個健身房的時間跟我很難搭 他12點才開 你有時候早上沒事可以去 可是他12點才開 12點開以後我後面就是都事情了 哇 早上怎麼會沒事呢 早上就是一直睡懶覺啊 這兩次黏在一起要小心一點 睡覺 睡覺 對不起 所以我說女強人就是女強人 像我這種散漫行的人 你到底有什麼沒做過 你廣告也拍過 你也當過老師 而且阿朗的這個 那個什麼 表演的教學非常有名 也教了很多年了 春和表演學堂 對 春和表演學堂 他就是擔任表演老師 圈子裡有多少新人是他教出來的 最有名的就是 邱澤 還有啦 還有誰 宥勝 許若萱 許若萱 對啊 那是我第一代的學生 他十幾歲就出道了耶 十四歲的時候我就教他了 你就教他了 所以你剛畢業沒多久嗎 就被王小弟老師拉去啊 所以你其實當老師的資歷也非常久 那中間斷了一段時間 中間就覺得說我覺得我不夠成熟 對於教表演這件事情 是到後來才慢慢又回來 才改變了一些方法 就是電視的表演跟劇場的表演 本質沒有什麼不同 可是你的使用上要必須不一樣 所以在教法上面就會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以前在學院那是慢慢熬 是 但他們現在沒有時間你慢慢熬 所以你要給捷徑 說的也是 對 真的耶 所以就是要有方法 對 然後去把他們帶進那個 尤其是有一些人應該是屬於 他已經確定要演某個角色了 對 然後就趕快送到你這邊來 急診的 對 急診的 你知道急診的頭很痛啊 那你就要為他量身訂做啊 變成是他的劇本我要先看啊 他劇本我要先看 看完了以後我要跟他討論 我說好你對這個角色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得要先了解 他對於看劇本這件事情的能力 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看錯 方向有沒有搞錯 然後我們一起建立這個角色以後 再來上課這樣子 有人說 老師 今天郎姐會抬腳嗎 抬腳 就我們盒子來上唐利奇的節目 都要抬腿就對了 對 是不是 你跟郭子那一次大家都記得 一個坐我左邊 一個坐我右邊 腳就抬起來了 有沒有 左右護法 是 你有在做深蹲 然後他又是瑜伽老師 對 只有我坐在中間 無辜的吃著我的馬卡龍 沒有沒有沒有 你知道這種最好 因為你知道佛祖都是坐中間 只有旁邊的護法需要 真的耶 是不是 你們兩個金童玉女 對 那我就是那個死者 真的 真的是亂講話 不能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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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手拿那個筆小心點 真的 怎麼了 那個色 好漂亮 紫色的 最近紫色 我沒有 我只是藍 白 但你眼影是紫的 白 白 最近紫色 好敏感 真的 對 對 對啊 那你不是這個教的吧 我剛剛才把上帝轉到後面去 你忘了嗎 我開玩笑 我也不是這個教好不好 但是我認識很多這個教的人 自己開心就好 自己開心就好 我說真的 因為我昨天的直播我也告訴大家 很多人說 哇 我的病被治好了 我告訴你 那是因為你有信念 對啊 所以你治好你的病的是你的信念 不是那個人 所以你只要這個信念 你相信那一盞燈 那一盞燈就能治好你的病 這樣知道嗎 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好像有人心裡害怕 就是我好像有什麼東西 無形的什麼東西 好害怕好害怕 於是他開始 不管他念信什麼 他開始念金剛經 他開始念心經 他開始念我們的天主經 隨便 就安全了 當你一念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佛光普照 其實主要是因為你精緻集中 你根本沒有在想別的 你就覺得正能量出來了 是的 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靜隨心轉嘛 比如說我們被恐怖面 嚇得要死的時候 然後門一打開 喵一隻貓走出來 你就會告訴自己說 我剛剛在嚇什麼 嚇好像是真的 對 可是後來看到喵的開心 也是真的 是 所以新的 就怕那個喵回頭來跟你說 嗨 臭導演 不要亂倒戲好不好 對不起 好阿朗你的相聲 也講得很好 還行啦 不敢說很好 還可以 就是吳兆南老師嘛 對 你們那個你是他唯一的女弟子 是的 所以到現在 我跟你講阿朗就是一個 可以說非常傳統 然後非常乖的學生 到現在你們每年怎麼樣 跟吳老師做一個聯繫呢 基本上師父住美國嘛 你住美國 師父 你看好久沒聽到這個名詞 師父 住美國 他就旅居美國 那我們就是師父 基本上他都希望每一年盡量能跟我們同台 去年沒有 去年沒有 去年沒有是因為我們是演出的狀況不太一樣 今年也可能沒有的原因是因為師父真的年紀大 因為他前一陣子又摔了一跤 所以在這之前 我們都是每年每年每年都是跟他一起演出 師門公演 對 那現在師門公演我們也把這個途徑擴大 變成說除了我們吳兆南向上舉手的師門之外 我們也就邀請了像北京天津 美國馬來西亞這些不同地區的 說相聲的一些名家 我們一起就叫做相聲聯盟 而這個聯盟有好處 就是在台灣演之外 我們可以去北京演 可以去馬來西亞演 可以去美國演 就是這一群人 大家都可以一直不斷地在演 然後也可以看到各地說相聲的特色 比方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要講中文很不容易很珍貴的 而且他們願意奉獻在這個相聲裡面 可是他們會有槍 對 他們有馬來西亞槍 哎呀就是馬來西亞了 這種的 對 哎呀就是很好吃的馬卡龍 它會有這種槍 對 那北京的話當然就正統的北京話 對 然後幽默感或節奏也會不太一樣 可是 就各國可以交流一下 對 各個各地可以交流一下 蠻好的 就是這樣 蠻不錯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也算是一個 像國寶一樣 很 很 不是很普及 但是它應該要被留下來 但也不能說不是很普及 你是說所有的人問一問 你看幾乎所有的人都是聽 吳兆南 魏龍豪先生的相聲長大的 幾乎所有的人 那只是說我們現在就是延續這件事情 那相聲 並不要把它想得很古老 因為相聲有一個邏輯叫做 髒癖時事 就是它其實是跟時事走在一起的 對 其實它就是跟生活走在一起 所以有很多老的段子我們不能講 是因為講了別人聽不懂 你講一些什麼節慶 現在都沒有再過了 800年沒有了 對 或是這種生活習慣 沒有了 所以要創新段的 有 我們其實每年都創新段 像今年12月我們要演的那個 題目叫做盜幕雜記 因為這幾年盜幕好流行啊 盜幕筆記 盜幕什麼這個盜幕那個 全部都在講盜幕啊 所以我們就順著這個主題來講盜幕雜記 你們有時候也講講動漫嗎 我是動漫迷 這是個不錯的建議 可以 知道 動漫我們的團長劉曾凱 他是個動迷 漫我不經常知道 什麼叫動迷啊 動畫 不是 他只玩電動 夠了 他晚上不睡覺的時間大部分都在玩 而且他很糟糕 他玩那個叫什麼 金庸啊 他是很厲害 他所有的典故都很清楚 等一下 玩金庸 有金庸的遊戲啊 金庸群俠有啊 對不起 我沒有玩洞 所以我不知道 他很厲害喔 各個急迫 但是他有個缺點 他是個路痴 就是他上了山下不來 等一下路痴也會用在那個遊戲上嗎 因為他是3D 你得要走啊 你得要走來走去 你要上華山啊 你要去武當山啊 你下不來啊 回不來啊 找不到路啊 所以他每次都要把寶物賣給人家說 告訴我怎麼走 好好笑喔 來 我們看網友留言 有人說 好開心看到狼姐 最喜歡他最近演的負能量老師 機車又好笑 那個 燒溪里正 燒溪里正 我愛你 真的喔 對 我們這裡很多舞台劇觀眾 謝謝 還有小月 小易 去年看了狼姐的演講 演講中好幾次的即興演出 實力超強 謝謝你 小易 是的 馬來西亞槍馬來西亞人 還有狼姐的舞台魅力很好 謝謝 喜歡看唐老師跟狼姐聊天 陳映如說今天很嚴肅嗎 蛤 會嗎 會嗎 有人說狼姑好年輕 謝謝 你不可以說謝謝 要說什麼 你說這什麼稱讚 這很正常 這不叫稱讚 就是陳述事實 因為如果你樂說 謝謝 就表示我們不年輕了 才會希望人家才 真的 對 心機要重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每次 攝影師每次在對位子 所以去拍電影 那個位子很精準的 然後很多人就會說 我這樣站的位子對不對 我通常不這樣問 我說攝影師這樣正嗎 攝影師只好說很正 每天都聽八字很正 這樣很正嗎 他們到後來就說超級正 正翻了 吳俊清說 感覺老師講話有點ABC 你是說A嗎 不會吧 還好吧 我很正直的 你問阿朗 老師很少啊 他完全不會 他剛剛只是 只是因為你們把那個名詞聽錯了 但是 不是那個意思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告訴你喔 我是會保護我同學的喔 你都亂講話喔 沒錯沒錯阿朗是我們的大姐 不是說年紀喔 是性格 謝謝 從一開始就是 沒有沒有 帶領大家 那個媽媽 是安妮 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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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這個 這個 我的媽媽是安妮 對 這是新的舞台劇 這是我導的戲 這個是安徒生與莫扎特創意 這個團隊 他們的團隊專門是做親子的戲 就是說家庭親子 這個戲講了安妮 其實跟他們家的家庭很像 安妮就是他以前他們家的外傭 跟他們的感情非常的好 哇 這個人為什麼知道安妮呢 Rocky Rocky很厲害喔 妳有在追蹤舞台劇 喔 來囉 安徒生跟莫扎特 黃金女麗陣容 對 哇 音樂 對 哇 幾歲 都是女生耶 是 陶爸 對 陶爸 艾姐 好好笑 羅美玲嗓子真好 嗯 楊軒的嗓子也好 嗯 通通都是 對 學生跟是在客台 客台跟我一起主持節目的主持人 對 什麼時候演啊 喔很快喔 這是音樂劇嗎 音樂劇 音樂劇 然後音樂好好聽喔 就這個禮拜 9月22、23、24 在新北的這一個藝文中心 就是文化路二段那一個 圖書館那邊那一個 喔 就是在那個板橋 對板橋 板橋 對板橋 沒講錯嗎 對板橋 那個地方蠻是 還不錯 現在已經是新的藝文中心了 還不錯還不錯 因為交通也很方便啊 嗯 坐到板橋站 就是我說高鐵 對 你也不是喔 不是你講到高鐵我突然傻住了 因為我們高鐵就經常有一站就是板橋嘛 對不對 板橋是個大站來著 我的媽媽是Annie 所以這個 因為是我的媽媽是Annie 所以是個小孩當主角囉 裡面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小潔 然後她是一個 現在小學五年級 六年級的一個學生 她已經有好幾次演歌舞劇的經驗了 小米 男生很厲害 英俊 她沒有輪著演 就她一個人感到 就她一個人感到 那Annie就是家裡請的外傭嘛 那因為爸爸媽媽都很忙 爸爸媽媽什麼事情就說 好 我知道你去找Annie 好 你去找Annie 那最後就是那小孩說Annie 什麼時候找Annie 那就是我媽 就我的媽媽是Annie 甚至我們裡面有一場戲很賤 就是小孩發燒了 後來媽媽終於進到房間了 房間抱著那個小孩 小孩突然醒來 看著自己的媽媽 然後說Annie 阿姨為什麼你長得好像我媽啊 噗 又睡著了 那個媽悶閉了 坐在那邊 她應該要很震撼才對 就震撼了又很悶 因為她的先生又在旁邊 你看 你看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對 OK 那再說一次 因為我剛剛沒有聽清楚 她是什麼時候演出 在新北的藝文中心 在9月22號 23號 24號 三天四場 就是星期六有兩場吧 就是天秤座要過生日的時候 對對對 可以給自己慶聲一下 這個戲喔 真的好看 我必須這樣講 我們裡面還有一群孩子 就是不只是小姐而已 她的同學們 然後他們扮演不同的小朋友 好可愛 而且他們學習能力好強喔 好可愛 歌好聽 歌真的好聽 羅美玲也很能唱 對啊 這一次那個 我們那個製作人 動不動就掉眼淚 每一次排演她就 我都養成習慣了 反正每次一直要 羅美玲開始要唱歌 我就回頭看她 她就已經 已經不行了 非常非常感性的製作人 是 而且她 羅美玲什麼星座 羅美玲啊 美玲我還真不知道 她什麼星座耶 沒有特別問 她的美玲好可愛 等一下一定查得到 趕快幫我查 因為我們等一下 就有女強人排行榜 看看她有上榜沒有 她你要愛考可能不是喔 那到底我是不是女強人呢 各位覺得我是嗎 我覺得女強人的定義要看吧 你覺得你是嗎 如果說工作能力的話 maybe 可是女強人常常都會被等號於 就是說這個人的個性很強 我覺得這點我不能贊同 你覺得你不強嗎 不是 我碰到有些人 他們個性看起來是溫和的 溫柔的 但是他們做性的韌性非常的強 那是不是也叫女強人呢 也算 她應該跟脾氣跟個性比較不一樣 應該是看她工作的狀態吧 羅美玲是射手座 哎呀怪不得我們兩個那麼合 我們模樣做喔 對 她跟你蠻合的 而且她的感情觀應該蠻傳統的 嗯 她是 她也是講到她在唱那一首歌 就是想念孩子的歌 因為她自己剛做媽媽 她每次一唱那首歌 就哇 那個情感好充沛 你媽呀 對 這首歌真的很可能 很可能為了孩子 犧牲奉獻了一切 對 那阿郎為什麼不要小孩 那就是 還能生的時候 就覺得不想要 忙嘛 那就是真的想要的時候 不能生了就算了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女生的問題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也覺得 啊就這樣生小孩了 我也不甘願 嗯 好像這樣就會走進家庭 也不是說不甘願 是說怕沒有時間照顧她 我的 我的概念是我怕我沒有時間照顧她 對 我不想多假手於人嘛 我怕我會變成一個可怕的媽媽 因為我小時候我如果教不好她 我可能會生氣 你會護食嗎 沒有 就是 不是 我會分她吃 我願意分小孩吃 對不起 小孩吃不多 好嗎 我分她三分之一也就夠了 你幹嘛說是護食 氣死我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女強人 女強人的定義剛剛阿郎說了 她覺得韌性很夠也是一種強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心目當中 女強人的意思就是成就能力都不輸給男人 會讓男生可能有一點威脅感的 大家可能會認為這樣叫做女強人 比如說 真正的好男人應該懂得欣賞女人的優點 沒錯 而不是感覺到威脅 沒錯 這樣就太小男人了 是的 沒有沒有 真正的小男人是吃軟飯的我覺得 你就是說渣男嘛 是啊 你就直接說嘛 渣男 來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女強人的命呢 我沒有摔二個星座啦 當然摔二個星座都有女強人 可是也許這幾個星座特別明顯 來看一下第五名 有人說是雙子座 這不是我寫的 我先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排行榜我還蠻贊同的 其實我看過很多雙子座是賢妻良母型 但是呢 雙子雙子雙子 他們就是有雙重人格 他們可以兼顧兩種角色 所以即便他是賢妻良母 他也沒有放棄他的自我 這是雙子座做得還不錯的地方 黃阿謙啊 欸 嘉謙還不錯 黃嘉謙啊 對不對 是的 然後呢 鬼靈精怪的雙子 對於愛情的相處模式是很百變的 他們總是喜歡指揮愛情 喜歡規劃兩個人的未來 並且喜歡對方照著他的意思去做 他們是很有想法的 所以其實你如果有雙子的老婆 你不想他一直指揮你 你就讓他去外面職場發展 真的真的 這是減低你覆地坑的一種方法 沒錯 一直稱讚他你發展得真好 是的 心裡面的OS說你少來管我 對不對 是這樣 沒錯 而且雙子其實自尊心是蠻強的 他們蠻爭強好勝的 所以即便他只有一半的人格在職場上 他一樣能夠活色生香 對 一樣能夠做得很好 來 我們來看第四名 天蝎做 你有 甘無 有啦 甘無 你的工作你的事業很成功耶 小姐 沒有啦 你這樣還沒有你要叫大家去使嗎 沒有啦 我覺得我倒是把一件事做得很好 天蝎能夠做好的事情就是把我們的興趣做到底 發揚光大 對 做到底 如果我今天不是有占星 我就會把吃做到底 你就說如果沒有一個占星師的話 我們可能會有個廚師 不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今世世界紀錄體重最重的胖子 不會 因為你很愛吃 所以你會忍不住想要教別人怎麼吃 是 對 會有個很好的廚師 我可能就會變富賠媒了 我可能就會有一個電視的烹飪節目 對 現在阿基賽就沒有得混了 我覺得 那你就沾心好了 我叫你不要錢出好菜 不要錢出好菜 這本書 不要錢吃好菜 這應該是趙志強出的吧 或是你出 為什麼趙志強出不要吃吃好菜 趙志強年輕的時候曾經有個夢想 他說他要交30個至交好友 然後他也不買房子 不買車不幹嘛 就一個行李箱 一天住一個 他累不累啊 一天住一個 或者是12個 一個住一個月 他說這樣大家會討厭他 還是一天住一個就好了 行李箱簡單嘛 他說那31號你怎麼辦 他說我自己休息 是朋友們休息 什麼流浪漢的夢想啊 真是 巨蟹座 對 結果他並沒有這樣做 他成為了一個劇團的主席 團長 然後底下有那麼多 比我還可憐 比我還可憐 沒有現在沒有那麼多 之前最多是上百個 上百個對不對 現在沒有那麼多 他要扛這麼一大團的生計 我自己累死了 所以你下次應該要排一個自虐排行榜 自虐排行榜 說得好 是不是 是 我覺得你們也挺自虐的 我沒有像他那麼自虐 他真的比我還自虐太多了 沒有他扛上去就放不下來了 可是關於他的腿也是一樣啊 他的那個阿基里斯劍斷掉 可以搞三次手術 這是不是個性嗎 搞三次手術是為什麼 也不能怪他 第一次沒有當然怪他 因為你開完完之後是要臥床休息 讓你的腳休息嘛 他沒住滿就跑出去了 然後呢他的那個永和排行榜 他三樓四樓三樓四樓三樓四樓 這樣爬上爬下又有兩隙在排 然後接下來沒多久他就裂開了嘛 因為你那個腳跟的你沒有皮啊 本來就很容易裂開 好再去清創 很痛的各位清創 如果你現在在吃飯可能會吐 那麼再縫起來 然後之後又有狀況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總共就是三次 他巨蟹做的 他發生這個事情是這幾年的事情嗎 就今年 你看 土星 土星在你們的健康公位 所以老毛病 是不是 老毛病會複發 跟著畫瞎就對了 跟著畫瞎就對了 真的 是不是 蛤 你懂什麼 土象啊 土象的摩羯 你小心點 你如果來演我 你應該會嚇死全國的人 每個人都被嚇死了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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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收斂一點 好的好的 巨蟹座的人真的要注意身體健康 等一下 有人要揪買媽媽是Annie的團票 真的嗎 怎麼揪 真的啊 不好欸 對啊 我告訴各位 其實就是兩廳院售票系統 是吧 應該是 對 來告訴大家怎麼買 然後呢 你可以打電話到這個我們的這個 到官方網站吧 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這怎麼弄啊 我的媽媽是 AM AM創意 其實現在網路上都很容易查到了 對你就查我的媽媽是Annie就可以了 Annie E N Y 就是Annie 好不好 不是Annie 也不是Annie 是Annie Annie Annie 它是一個 因為是印尼 印尼的名字 Annie 你就查這個 就完全查得到了 好 好 艾蜜莉說 什麼時候狼姐有舞台劇到高雄呢 想帶女兒一起看 有 這齣戲有 這齣戲有在高雄大東藝術 高雄是12月 對12月 12月30 就是年底過年前一天 前兩天好嗎 全家團圓好嗎 是那天在高雄演兩場 在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對 下午兩點半有一場 晚上七點半有一場 新竹是12月23號 然後台中是10月28 10月28 那個時候天蝎做過生日了 對 而且票價也不貴 500到1800 1800就可以做到很前面了 因為親子都不敢賣太高 是 因為你看一個孩子來看 爸爸媽媽來就三張票 所以其實做得很辛苦 因為不敢提高太高的票價結果 怕家裡面的人會有負擔 好的 我剛剛沒有忘了講天蝎座 天蝎座 對不起 我一直在逃避這個事情 來天蝎座為什麼是女強人呢 因為天蝎座有潛在的大女人性格 只是不怎麼表現出來罷了 沒錯 我告訴你啊 所有交往我們天蝎座的人 你以為我為你做飯 做菜什麼都好 那是我天生的嗎 No 那是因為我愛你 只要你把我的額度耐心給用完了 我就翻臉不認人了 因為夠了 那怎麼樣才會覺得 你會讓我繼續付出呢 那記得要稱讚我們 這樣知道嗎 比如說 你怎麼會做得這麼好吃 或 你今天怎麼 小吃了一根留給我 太好 你太好了 我知道你在減肥啊 謝謝 你怕很脆 被我摔斷了 前些這種話 牡羊座就是氣得半死 我真的 我真的被牡羊座氣個半死 會嗎 氣到都離婚了 你忘記了 這個是牡羊座 對呀 我不知道 牠是牡羊座 男生女生不一樣咯 不一樣很多 差很多 男生女生大不同 所以咯 有人覺得天蠍座 忽然變大女人了 那是沒辦法 因為 本性藏在裡面 是 你變成不重用的人 我們就變成大女人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你要是很能幹 我們就是小女人 你看郭台銘取的那個 曾馨盈 他就是天蠍座 是不是接下來 就乖乖地躲在後面 幸福的過日子呢 這也是所有天蠍女人的夢想 不要當大女人 不過說真的 天蠍座也喜歡聰明人 如果你看起來太笨了 他就忍不住站起來指揮了 沒有耐性嘛 你自己說了嘛 有點沒耐性 對 這怎麼可能做不好呢 就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表現得太白痴 但你可以表現得很可愛 這是我的個人提醒 你可愛 天蠍座對可愛是沒有抗拒力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 第三名是誰呢 白羊座 就是你啦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白羊座都很願意做自己 然後也都有公主命 或公主的個性 說真的 那是你自己把自己過得很明飛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常常就像我皮膚會過敏嘛 或我媽媽講的真的是 我們是那種我去看皮膚科也是 醫生說 哎呀你這個就是不能曬太陽 他說你也不能洗太熱的水 你看 你的皮膚就是怎樣怎樣 我說對對對 我是小姐身體壓環命 這就是白羊座 真的是小姐的體質喔 個性脾氣什麼都是大小姐喔 走出來就是有一個模樣 我說真的 所以其實會愛上你們的男人 就是愛上了你們的公主個性 是喔 是的 其實我也應該是欣然接受啦 因為在清朝我的確也是個公主啦 對耶你是 對啊我扭護路啊 扭護路喔 扭護路啊 阿拉斯卡阿卡 現在你們清朝這些人滿族人 滿族人 還有在聚會嗎 不可能啊 因為很多 都散落各地了 因為主要是有很多的資料都沒有 但我們家的這個族譜有記載 就是我們是從 我們進官以後 進官以後記載呢 我是第九代 我是第九代 所以我們每一代都有名字的 薩滿公阿阿姚哥公阿 就是他們的名字都有的 然後還有分支出去誰誰誰誰誰 我們是誰的後代 那你不會想跟他們來個家族聚會一下 沒有啊 我們自己的家族是有啊 是有啊 但是因為我自己親的沒有了 我爸爸也走 我叔叔也走了 其他都是我父親的堂兄弟這些的 嗯 其實你們跟我們沒什麼差別嘛 沒什麼差別啊 為什麼就體力特別好不知道為什麼 體力特別好 對 有 我覺得你體力特別好 真的有 真的有差 從小盡力充沛 你看我們幾個 你像 因為你們是北方人 雲仲岳大哥 他到現在 雲仲岳大哥他還是帥啊 對不對 那個之前那個叫什麼 還有另外一位 就是他在美國那位 到現在還在騎馬 哇哦 娜維勳 欸 扭成哲 你看每一個都體力很好欸 重點不是體力 長相 都特別 他們有一點 我們的顴骨都很高 有一點高 那我顴骨也高啊 你還好啦 你沒有像我那麼明顯 我顴骨很高啊 哦 從小 沒有你還敢露出來 我是已經不敢露出來了 那就只能說我沒有羞恥心囉 不然怎麼 不會啦 胡說八道 小益說 還想請教郎姐 完全沒有學習表演的人 要怎麼接觸這個領域 你還有在收學生嗎 有 但是很抱歉呢 我只是收這個業界的學生 因為對外的話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跟體力 真的要照顧 因為來的人喔 年齡生活背景通通不一樣 對 我這個人教學比較手工藝 所以會把我自己累死掉 好 也是我教業界的 那我是覺得說 你看你在什麼地方 每個地方一定都有它的這個 有一些社團 或是有一些劇團 他們可能都有在開課 你可以先從這個角度去上一些課 或者有一些時候它是一些workshop 它不收錢的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你先試探自己是不是這個領域的 真的很適合 然後你慢慢慢慢的 現在網路資訊這麼多 不要光滑手機看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 去找有用的資訊 小藝你也可以多接觸舞台劇 然後多認識一些劇團 有些劇團它本身就有一些 這種 對 就很多課程嘛 對 課程然後栽培新秀 對 有很多演講 是 很多工作方 對 很方便的 如果你參加那個工作方 你表現得很接觸 你很快就會被吸納為其中的議員了 是 因為我們也都常常都會找心血嘛 是的 好 不好意思 甄嬛是虛構的人物 不要拿來跟我相提並論 謝謝 Fancyful 是吧 他說扭咕嚕 甄嬛也是扭咕嚕 沒關係人家甄嬛多有名啊 好吧 你看 那是假的嘛 好啦 假的假的 牡羊座脾氣不太好 覺得 應該是說你犯了他的忌諱吧 少來 你們脾氣就是不好 沒有 我不會一直都不好啊 沒有沒有沒有 牡羊座非常講義氣 牡羊的火氣或火爆是要啟動的 要有原因的 對 就你別踩到了他那個線 比如說 理智線崩斷 對 你傷到他沒有關係 你傷到他的家人 你傷到他的朋友 他就跟你過不去 好流氓 現在不是流氓很流行嗎 我可以告訴你 你這是蜘蛛精吧 不是啊 我在表演他的肌肉 OK 然後呢 而且對牡羊來說 更受不了的是你的為人 我覺得為人好不好 你只要被他看 虛不虛假 假我就受不了 被他看透了 他就跟你槓上了 來看這個女強人牡羊 我居然不是第一名 好開心喔 欲強則弱 欲弱則強 長得很對 對 真的 如果你是很強悍的另一半 那何需強呢 對不對 因為白羊座的女人 可以做家庭主婦 很顾家 也可以成為一個 有休養的職場女性 心態上很堅強 哪怕是在困境之中 也是堅強陽光的心態 不會放棄自己的生活 多麼的好啊 在演壓不演的玫瑰花 是的 只是說性格很急躁 做事風風火火 不加思索 這我自己加的啊 你還能加出一串呢 是的 畢竟呢 再加上他是很勤勞的人 所以家裡的安排緊緊有條 只是脾氣不太好 就這麼一點小缺點 沒有什麼好不能忍耐的 好嗎 對 我可是把你的第三名白羊座 從頭念到彎 謝謝 謝謝 其他我都略過 來看看第二名喔 還好不是第一名喔 第二名獅子座 外強中竿的獅子座 外強中竿的 但是為什麼他是第二名呢 因為他們真的很 看起來很強的樣子 來看獅子座 的確我腦海中浮現了一些獅子 其實他脆弱的那一面 或他忍耐的那一面 是真的很 怎麼說 可以寫成阿信這樣的一本書 我覺得獅子忍耐起來是阿信 好 總是為我獨尊的獅子做女人 他們不僅好面子 注重自我 強勢霸道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條件 沒錯 而且一旦讓他佔據愛情中的領導地位 就不會退讓 會把情人踩在腳底下 其實我覺得獅子就分兩種 一種是獅子 一種是貓 也就是說 你不是踩人的那一個 你就是被踩的那一個 愛到更慘死 就是這樣 對啦 對 那如果說你沒有那麼的 也不是說不愛對方 而是對方如果是比你弱 然後已經被你看扁了 其實獅子也不見得會離開 他不像我們天蠍座 人到一個極處會想走開 額度夠了 我覺得獅子座就會變成 那我來扛好了 我來指揮好了 你這個笨蛋 所以愛到更慘死嗎 真的更慘死 好 那所以獅子座我們也都知道 他們挺霸氣的 挺能夠當大姐大的 羅妹妹 張小燕 小燕姐 獅子座 他們是更上一輩的獅子 可能也有更老 更傳統的一個思想吧 這一代的獅子 阿妹 中心靈 王娟都是 是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他們是女強人嗎 我覺得他們只是在專業上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亮眼 但是在生活當中 他們有很多的委屈 或者是會變成小女人吧 是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其實他裡面有講到 好 水瓶座 我心裡還有隱藏名單 都沒有在這裡面 來 水瓶座我們先看看 寶媽 還有誰 水瓶座比較不熟 抱歉 你比較不熟 水瓶座好低調 神秘兮兮兮的 蔡劍亞 還有誰 水瓶 來 我們看一下 特立獨行的性格 典型的大女人 沒錯 其實水瓶座強勢起來 非常恐怖 比獅子座還恐怖喔 原因在於他們喜歡堅持自己的想法 跟獨特的意見 水瓶女有自己的想法 能夠透過努力來支持她的觀點 既然是她喜歡的 她就會堅持下去 不會因為婚姻物質種種而放棄 所以 很自我嘛 很自我 其實講出來就算很自我 所以娶了一個水瓶座女人呢 你就把她當老闆就對了 我問你喔 你覺得哪三種星座 如果一個男人娶三個老婆 哪三種星座組合起來 會讓這個男人死得很慘 其實她不用到三個 兩個就夠了 比如說一個是你 一個是我 你覺得哪 一個你一個我 再加一個誰呢 能夠再加個誰呢 沒有 我是講到是因為 剛好我也順便跟大家推薦一樣 10月 我還有另外一個戲 是春恒劇團的 對 我妻我母我丈母娘 對 我現在講的就是一個男人 娶了三個老婆 很慘喔 我跟你講這齣戲 來我要說 我有看上半部 對你下半部 因為有趕飛機去了 你今天可以回來看下半部 我可以看下半部嗎 我一直很想看下半部 你知道嗎 我看完上半部以後 中場休息 我必須離開 對 我真的很不願意 開始了 對 我們不要 這是在喝夢火湯 喝吧 所謂男兒膝煞有黃金 我養一種打死不跪 好 你看你把女兒教得多好啊 她一定很節儉 知道有什麼東西用不了 就知道拿去送給別人 你跪著幹嘛呀 對啊 我都已經搬來了 你幹嘛還跪啊 媽 媽 我當初為了要跟你結婚 我是跪著求你媽媽 一起搬進來 再跪著求我媽媽 讓你媽媽一起搬進來 但是我夾在你們三個女人中間 我 其實心裡面很多事情 我只是都沒有講 不過就結個婚嘛 怎麼會搞得這麼複雜 對 其中那個趙志強的部分 其實我特別請朱璐豪老師來幫忙 因為趙哥的腳不行 可惜喔 我是看他演的那一段 不過朱老師演得很好 一定的 對 很講義氣 這個我最喜歡前世今生的話題了 所以我看完他們三個 就是把那個 就是 老爺掛了 對 攪成一團 然後一起到 就是老爺掛了之後 然後他們有喝孟婆湯的 然後怎麼樣 就要輪迴轉世了嘛 因為那個孟婆也糊里糊塗的 對 她被騙了 是的 她被騙了 所以到了今生以後 他們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呢 我超想看的好不好 而且 我氣死了 今年還做了改版 你還不要改劇情啊 沒有改劇情 但是我們增加了更好 比方說原來的孟婆 在這一生的時候 她出現的樣子 比較不明顯 可是我們把它變得更清楚 她是因為真的犯錯 必須來彌補的 這個部分連結做得比較清楚 所以連孟婆也來了 對 孟婆本來就有來 那第二個就是 那她還是糊裡糊塗嗎 稍微好多了 因為上面盯著她 上面盯 所以她就 比方說她第一個出場 她就說 講一些 她說 我真羨慕你們人類 你們想幹嘛就幹嘛 可以做自己 我呢 我都得聽她的 就打雷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啦 知道了啦 她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今年還加了 因為去年很多朋友講說 這個狼姐跟方姐之間 好像那個火花還不夠 可以再多一點 好 我們就加了 我們加了一場吵架的 就是 不能說吵架 就是互相不滿的一場戲 各在各的房間 但是我們用什麼表現呢 好難喔 一個唱歌仔戲 一個唱金句 再來用歌仔戲 用唱金句這樣對罵 這真的是要硬筆子 滿難的 對 比方說 我隨便唱一點點 方姐那邊 她本來是在聽金戲嘛 然後我這邊是 也在聽歌仔戲 結果越聽 怎麼你那麼大聲 我也大聲 就比著比著 方姐就唱了 有本地 再馬上 改換所有 回到 完 叫她回家 別住我們家 對 然後她是張媽媽 張媽媽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對的好好喔 對 好酷喔 這一定要什麼都會 你才能夠 我常常忘記了 阿郎還是歌手 你在Easy Fight唱幾年了 今年11年 滿11年 今年11年 沒有沒有 我真的一直不覺得 自己是一個歌手 你真的很厲害耶 你不要客氣 你的歌聲才好 沒有沒有我上不了台面 我只能在自己家裡 隨便唱一唱而已 沒有沒有 她嗓的真好 我講話就好 我講話就好了 我還曾經考慮要找她演歌舞劇 嗓子那麼好 找我去 還在那邊說沒有沒有 我在教你唱 找我去 到底是誰 不是這樣 有老闆出錢 找我去我當然去 查的是你的草 又不是我的草 好啦 找我去啦 我想演 歌舞劇齁 歌舞劇 我們放在線上 我減肥 我可以寫 我基本可以演一個 什麼時候演快點 十月的二十二 十月初吧 我忘記了耶 你竟然忘記了 你好爛喔你 不是 因為我們演兩個檔期 一個檔期在社教館 一個檔期在國父紀念館 所以我就有點糊塗了 你看多受歡迎 大家一直拜託 再演再演再演 所以我們這一次 年底的時候又會演兩次 十月初一次在社教館 十月六號 七號 八號 三天在社教館 然後十月的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天在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這個 我有機會看 有機會齁 年初的我不在 但你不要中場來好不好 前面一起看 我前面會繼續看 我會看的 好好好 我不會在中途離開了 因為我中途離開的時候 你們家郎主名就說 唐老師你要走了 我說我對不起 我要趕飛機 對 我說你看 但是我上半場還是來了 結果來了以後 我就被勾引到現在 都還放不下心中的重點 其實這個演員的組合 蠻難得的 因為芳芳 笛智傑 杜詩梅 還有金劇小天后黃雨林 他在裡面的水秀跟唱太好了 還有我 還有杜詩梅 就幾個人 我覺得蠻難得的組合 只是說朱鲁豪老師來演 趙志祥的角色 會不會大才小用 我是真的覺得有一點 因為本來趙哥 就已經是來幫忙的 就是 然後結果朱鲁豪老師 老師又來幫忙的幫忙 對 辛苦了 辛苦了 不過很好玩 比方說朱老師 我們說酒宴百下 老爺說酒宴百下 朱老師在那裡就會 酒宴百下 久到我們全部的人都這樣看他 然後他終於講完了 也不就露兩首 對 然後我們就全部一起看老爺 老爺就 我們就 我們家大嘛 就很遠 真的舞台上很即興 很好玩 很好玩 對 有人說想要知道我的隱藏版名單 還有誰是女強人 我告訴大家 雙魚座 不要小看雙魚座 有道理 真的 有道理 他們軟硬兼施 有道理 並且擅長把人逼瘋 沒有 我怎麼腦子裡馬上衝出來一個人 但我不會告訴你是誰 等一下我們再來核對 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樣的 是的 所以 怎麼說呢 外人看覺得她是溫柔女性 在骨子裡 所以我們都知道她是女搶人 搶女人 搶女人 然後另一半或家人 都被她操控於鼓掌之間 所以如果長大成人之後 逃著逃走著走 那也是有可能的 雞飛狗跳 常常會是這樣 好 這就是我的隱藏版星座名單 謝謝阿郎 沒有 謝謝老師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耶 真的耶 我好急喔 我心裡想我一定要跟你多聊一點 我也很想啊 因為你實在今年現在飛得太多了 我飛太多了 對啊 連上次同學會你都沒來 好可惜喔 我接了一個外景節目 我知道 遇見了法國很難溝通的星座大師 這一類的 這一類 你有看我直播耶 有 一直沈溺在你是女伯爵的狀況 一直不出來 不是 女情婦 女情婦 對 你其實是鍾情於那個情婦兩個字吧 我覺得他太好笑了 他一直說 我上輩子是路易十四的情婦 然後我一直 後來我下來台以後 我就跟那個口譯說 我說為什麼有人會一直強調自己是情婦 我如果是情婦 我覺得丟臉死了 我根本不會說 他說在法國 情婦是很那個的 情婦是光榮的 對 而且在法國他們天天在講風花雪月 一個人劈隊 比如說你說 我告訴你那個誰跟誰在一起 以前就有個笑話 這個法國人就笑美國人說 你看歷史多短 你們想著想著 想到祖父以上就想不到了 對 那美國人就回頭笑法國人 就說 我們最多是短一點 但是你們連祖父是誰都不知道 有可能 真的不知道生了誰的孩子 對 誰跟誰在一起 到底誰是誰的搞不清楚了 好囉 謝謝阿朗 謝謝 請大家支持 我的媽媽是 我的媽媽是 安妮 我親我母我丈母娘 還有當然遠在12月的盜幕筆記 我今年很多表演 謝謝大家 盜幕筆記 好期待 盜幕雜記 講錯了 你頭腦亂了 不不不不不 因為那是12月的事 OK 所以她頻道還沒有切換到那裡 對還沒有 我了解 還來不及去背那邊的東西 我了解 好 各位拜拜囉 不要再吃了啦 我要吃粉筆了 它是薯卡龍啦 薯卡龍 薯卡龍 放你前面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這是高雄的特色甜點店喔 好不好 掰掰